TOO在桶裝水裡面 廚商的人繼續使用計劃 哈囉大家好 我是軒豪 你家的飲水機是用桶裝水嗎? 換水、叫水對年輕人來說可能沒什麼困難 但是對女生來講或是對老人家來講 你要換水的話就... 其實有一點麻煩 那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桶裝水的品質其實我們很難去控制 我甚至還有看過桶裝水裡面有... 不明的超乎液 總之今天呢 我絕對不是要勸推大家不要使用桶裝水 因為我們家沒有桶裝水 但是每家廠商的桶子乾不乾淨 水質乾不乾淨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桶裝水使用前你該考慮清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桶子的材質 你有想過桶子是用什麼材質做的嗎? 一般的桶裝水的材質是PC桶 它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桶子 這種桶子的透明度好、剛性高 但是呢 用久了也很難說它會不會產生化學物質 接下來是PET桶 那這種桶子它比較軟 那桶子底部有個PET的標誌 但是PET桶就是只要怕躺、怕陽光曬 只要裝的水被陽光照射後 就很有可能導致水變質 或是產生一些毒素什麼的 有些不正規的桶子 你仔細去觀察一下 它有些桶子的地方還會呈現 滷白色 還有的是會呈現黑色的物質 根據我們目前查到的規範 不知道有沒有更新啦 桶子能不能重複使用 目前是業者自己去設定管理淘汰的機制 也就是說如果業者的標準很寬的話 那很有可能其實桶子已經很髒 或是已經無法使用了 但是廠商的人繼續使用替換 那其實消費者從表面上很難去判斷 桶子的壽命跟狀況 所以在購買桶裝水之前 建議各位可以先查查看 桶子是用什麼材質做成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水桶消毒液 重複使用的水桶 它一定要清潔過嘛 不可能就是 你給它桶子 它就裝完水給你 然後都不清洗 欸 不一定喔 那大部分都是用很便宜的 霜霜水去消毒清洗 這沒什麼問題 但是 沖洗不乾淨呢 欸 跟大家說 在知名的論壇上 甚至有人分享 說它之前的公司啊 因為有人要離職了 所以就 吐X在桶裝水裡面 還被攝影機抓到 那你想想 你怎麼知道別人在裡面 到底吐了什麼 欸 看吧 這也是一個疑慮啊 說一件事情 多數的桶裝水為 純水 或是添加燙化物的 天然礦泉水 因為啊 無法做到完全無菌的密封包裝 時間一久就很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有些業者在裝桶前 都會加入二氧化的濾消毒劑 它是用來防止因為酒放而產生細菌 是無色無味的 所以桶裝水裡面 到底殘留有什麼 不知道 也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流動的水最乾淨 有任何的雜質 濾芯過濾後 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那以長期來說 當然是 飲水機會比較好啊 我絕對不是要勸退大家 不要使用桶裝水 飲水機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水都經過濾芯 出來就可以直接生飲 你不用去擔心它 喝起來到底安不安心 而且桶裝水 你使用上 是真的比較不方便啊 我絕對不是要勸退大家 不要使用桶裝水 其實你想想喔 飲水機 雖然它的價格稍微貴一點點 但是 你可以省掉所有的麻煩 心中所有的疑慮 也可以一併的解決掉 如果 如果你 一定 一定要 使用桶裝水的話 那我建議你找 信任的品牌 但是如果你有足夠的意算 和長期的考量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換飲水機 我絕對不是要勸退大家 不要使用桶裝水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所有的建議 都是來自於網路上的資料 參考 以及我個人的經驗 如果我站在使用桶裝水 或是想要桶 如果我正在使用桶裝水 或是想要使用桶裝水的人 你可以思考看看囉